好的主播从台湾APEC代表团释出的多张照片中可以看到 我国代表张忠谋和美国副总统贺景丽在APEC峰会期间会面 两人表情看起来相谈甚欢 而根据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燕的说法 这次短暂会晤进行了大约20分钟左右 气氛相当融洽 会谈聚焦台美经济 双方都表达未来在经济层面上希望加强合作 今天这项会晤主要是双方针对了包括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整体经济情势 还有包括台美间许多经济的合作 后续如何继续来加以强化 并且让这些强化能够更助于未来包括在印太地区 包括这些会员间在经济的持续繁荣 这次APEC张忠谋还与多国代表进行了短暂交流 内容不外乎还是聚焦在经济 尤其是半导体的供应链 另外一个重点是区域安全 而其实除了张忠谋以外 夫人张淑芬同样是行程满档 当地时间16号上午 她前往亚洲艺术博物馆 与美国第一夫人吉儿 印度越南等领袖代表的太太共进早餐 当地时间17号也就是明天 张忠谋将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双边会谈 持续为台湾进行晶片外交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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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